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高层集体隐身 观察人士认为 向来内斗激烈的北戴河会议或正在进行 佩洛西抵台后发表声明强调 在世界面临专制与民主之间的选择之际 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声援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吕奥学者袁洪斌表示 佩洛西访台 首先说明是中共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败 中共搞战狼外交 在国际上日益孤立 佩洛西在台湾所发表的言论 实际上已经让美国的战略模糊 变成了战略清晰 那就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美国必定会全力帮助台湾反击中共暴政 袁洪斌说 习近平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个人权力的危机 在中共的二十大上 他必须得到终身执政的地位 否则他的统治政治基础就会动摇 所以在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上 他绝对不敢跟美国在台海发生一场对决 否则将会给党内的反习派发动宫廷政变 制造极大的空间 袁洪斌认为 这次佩洛西访台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说明了中共对于台湾的统战活动的一次重大失败 中共长期以来想通过统战的方式 兵不血刃就征服台湾 这次佩洛西访台以及蔡英文总统 在接待佩洛西时所做的对两岸关系的表态 都明确说明中共企图通过统战的方式 通过用经济利益收买一些政客的方式 来瓦解台湾的反抗意志的这种统战的努力 也彻底失败了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沈荣钦表示 对习近平来讲 佩洛西访台是他最不乐见的 不仅仅是因为二十大在即 也因为现在北戴河正在开会 我认为佩洛西访台不会影响习近平继续担任国家元首 可是现在在北戴河 我相信众多的中共政治大佬们 应该都在严厉批评习近平 说他对于美国的政策 对于台湾的政策是完全失败的 我相信习近平会提出更多的惩罚台湾 或是制裁台湾的措施 至少能够在中国国内挽回一些颜面 使他连任具有正当性 就佩洛西访问台湾 中共外交部在二日发表声明 称对于美国国会议员访台 美国行政部门有责任予以阻止 在最初佩洛西访台的消息被披露后 拜登的确曾经表示 美国军方不认为现在去台湾是个好时机 分析认为 对于美国的三权分立 中共官员在内心深处是不相信的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 中共其实一直对拜登抱有期待 觉得拜登也是不愿意佩洛西去台湾的 他们认为 拜登与佩洛西又同属一个政党 虽然从三权分立上说 行政当局确实不能干预立法当局的事情 但是如果拜登本人真的表达强烈反对的话 也许佩洛西会再考虑一下 袁洪斌表示 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开始觉醒了 已经意识到了 中共暴政是21世纪人类自由 民主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威胁 因此拜登虽然软弱 毕竟不敢违背美国社会的主体的意志 公开反对佩洛西访台 因为那样无异于政治自杀 所以中共的外交企图又失败了 佩洛西疫情在周三下午6点结束访台行程 随即前往韩国 至此 佩洛西访台一事终于尘埃落定 北京称美国众议院议长 台湾之行是极度危险之举 获致灾难性后果 一日起 中共海关总署突然暂停进口台湾上千家食品公司的商品 截至二日下午 已有超过1400多家企业受害 涵盖糕饼业 保健食品等 二日深夜 中共军方发布将从8月4日12时起 至7日12时 环绕台湾的六个海域和空域 进行重要军事演习 大陆作家时评人李希认为 中共划分的六大海域形同把台湾封锁三天 连带影响周边各国 因为这里是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道 中共在这里实施军演 如同与所有周边国家作对 更是把第一岛链以西的印太区域都当成它的内海 时事评论员王鹤表示 目前看来 环台军演的威慑力度 不及1995、1996的第三次台海危机 它主要是虚张声势 中共人为故意地炒作佩洛西访台 目的是转移目前内部的矛盾 它是要打台湾牌 而不是真要打台湾 佩洛西来访话题延烧两周 有人认为 台湾迎合美国反倒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安全处境 其实这种说法忽略了中共想吞并台湾的野心一直存在 王鹤表示 很多人说中共喊了几十年要打台湾 都没打 认为中共不敢打 其实中共没有不敢干的事情 它有自己的时间计划表 路线图 现在外界普遍研判是在2027年 对台湾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面对这次不大不小的台海危机 中共军队也暴露了它真实的军力和战备能力 它的两个软肋也随之曝光 军事评论员沈舟撰文分析 此时正逢中共北戴河会议的敏感时刻 中共高层无法分身 中共军队似乎缺乏成型的应对预案 不敢擅自行动 无论中共军委 各大战区的主观 都无权临机做出及时的应变 更别说跨战区协同部署了 北戴河会议期间 中共军队很可能不允许大规模调动 以防生变 沈舟认为 中共一线军队不得不等待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命令 才能做出反应 这恐怕将成为战时的最大软肋 从实力上看 中共军队尚无法对抗美军 更别说要对抗美日台的联合军力了 中共军队还有一个软肋 就是后勤能力 后勤保障是决定入侵台湾 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 中国海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报告 作者凯文·麦考利 是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 该报告大量借鉴了中共的一本内部刊物 作战后勤保障一书 报告说 中共军队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存在重大缺陷 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进案后勤保障 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 分析人士表示 中共军队的后勤支援弱点 正是台湾国军加强打击的重点 也就是不以歼灭中共军队的登陆部队为目标 而是以断绝中共军队的后勤补给线 削弱其登陆能力做防卫台湾的策略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